当云雾化作雨雪冰川 溪流汇成江河湖海 沿层堆叠 大地仍在生长 这里有地球上最壮观的山 星空下最丰饶的水 气候因它而改变 生命被它所重塑 让我们重新出发 跟随万千生命 深入高山 溯源江河 穿越四季 遇见最极致的中国 在中国西南 源于念清唐古拉山脉的高黎贡山 自北向南 横跟在云南西部的中面边境上 山脉中部的山巅上 有个黑色片麻岩形成的石洞 这就是六十米高 三十五米宽的石月亮 透过石月亮 还能直接俯瞰中国西南地区的大河 是鹿江 鹿江 鹿江全长三千二百四十千米 中国部分两千零一十三千米 由此向东十九千米 就是另一条大江 东南亚最大的国际河流 蓝沧江 而且再向东46千米 便是中国第一长河 长江的上游 金沙江 三条由北向南 并行奔流的世界级大江 就在这里 把大地切割成互不相连的四块 形成了江河并流 生态隔绝的独特区域 局势无双 1985年 人们首次从卫星地图上注意到 有三条世界级的大江 在青藏高原东南部 并行奔流 而不交汇 此后 更多的研究发现 他们自北向南 居然一路并行了 170多千米 三江并行奔流 峡谷深切 山水隔绝 堪称世界地理的 旷石奇观 诺江位于三条大江的最西边 它的西侧 就是山高坡陡的高黎贡山 垂直高差超过4000米 人际罕至的中缅边境密林中 生活着一种神秘的金丝猴 它们毛色灰黑 行踪飘忽 直到2010年 才被中国科学家最终确认 这就是金丝猴的新种 怒江金丝猴 此前 全球仅发现四种金丝猴 它就是最新发现的第五种 种群数量 估计仅有400余只 这片密林 就是它们唯一的栖息地 茂密的长绿阔叶林 看似物产丰富 但要填饱肚子 却需要主动出击 仔细真理 据说 它们能在这片丛林中 甄选出90多种 可食用的植物和地衣 而且 它们可能是世界上 最有口福的金丝猴 甚至花朵 都会出现在它们的食谱中 高丽贡山巨大的山体 流住了难来的印度洋暖流 基土成山 风雨腥烟 早在2000多年前 中国人就已参透了地形雨的奥秘 在这里 陡峭的山势 不仅加剧了暖湿气流的台声 让天气瞬息万变 也给树冠上的金丝猴 带来更多的挑战 实际上在三江并流区 它们并不是唯一的金丝猴 暖江因江水深黑 在我国最早的地理著作 《雨贡》中 曾被称为黑水河 在它的东岸 沿着山崎继续向北 云雾深处的山脉中 就生活着另外一种金丝猴 这是三江并流区的最高点 梅里雪山 海拔6740米 高大的山体把大量的云雾 都聚到了一起 几乎一年四季 都不见雪山 只见云 一山有四季 十里不同天 古老的冰川 峻拔的雪山 变幻的云海 共同成就了 这座极致的高山 从梅里雪山的西坡 看上去 山顶的造型宛如爷爷的面庞 冷峻而又慈祥 令人称奇 更为神奇的是 雪峰之下的金丝猴 就因山水的隔绝 演化成了不同的种 它们是世界上 七夕地海拔最高的金丝猴 滇金丝猴 与怒江金丝猴生活区域相比 滇金丝猴生活的真叶 阔叶混交林 相对单调 入秋以后 为了获取更多的食物 滇金丝猴 要从海拔四千多米的真叶林 向下迁徙到海拔两千多米的 真叶阔叶混交林 这是猴群的必经之路 不过树梢间的跳跃 有时也会充满风险 身高体壮的大公猴 就在这儿停了下 对面的树枝实在太细 它左右思量 谨慎评估 家人都为它捏了一把汗 终于大着胆子跳出去 出生的幼猴哺乳期长达一年 此后 它们还得在家人的照看下 度过两年间隙生活 这是小猴第一次来到冬天的觅食地 好奇心驱使它四处查看 滇金丝猴通常两年才产一胎 经验丰富的妈妈 常常会放手让孩子去探索 毕竟只有不断地实践 才能真正掌握生存本领 为此 即便遇上再大的挑战 幼猴也得努力克服 事实上 金丝猴的共同祖先 就诞生在青藏高原 除了三江并流区的 怒江金丝猴和滇金丝猴 在中国还生活着 川金丝猴和乾金丝猴 一共四种 一百六十万年前 正是青藏高原的不断抬升和地理隔绝 最终形成了不同的种 在三江并流区 江河的隔绝 对于植物来说 反倒是一个机遇 这里 这里许多山地都成为了独立的生态单元 这里是杜鹃花鼠的起源中心 和最大的地理分布中心 巨大的海拔落差 和极端多样的生计 让它们分化出了 二百多种不同的杜鹃花 每到花季 各种杜鹃花就会 漫山遍野铺展开来 成为这个地区的植物奇观 在白马雪山的西坡 第四季冰川雕刻出了 两个对称的幽形谷 两座紧紧相邻的山谷 犹如平行的世界 每逢初夏 无数的高山花卉 便争相绽放 把这里装扮成了 神奇的鲜花山谷 在这里 两江夹驰的山脉 犹如连通青藏高原的路桥 让身躯高原的汉塔得以南迁 来到这片低纬度的山谷 在幽形谷下端 为应对高海拔山区的寒风 避免强风对枝干的折损 免于强烈的 请客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为下面的高原沼泽攻击着水源 传说是远古的神仙在这里施了法术 用植物、泥炭和水精心打造了一片不可思议的神田 这里是三江并流区域降雨量最大的地区 受印度洋西南季风的影响 大量的降雨、瀑布、激流和陡峭破碎的山谷 在这里形成了复杂的水系网络 高黎贡山的北部密林中 还生活着一种庞然大物 高黎贡灵牛 这种灵牛区别于四川和秦岭的灵牛 因为怒江的隔绝 在这里形成独特的亚种 演化出棕褐色的皮毛 虽然它们被叫做灵牛 但其实并不是牛 在分类上属于寒带羚羊 在高耸的山崖深切的沟谷中 山水隔绝的复杂环境 给高黎贡灵牛带来巨大的灵牛 感谢观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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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异常炎热、杀石裸露的世界 在脆弱的生存环境下 生活着奇异的物种 翡翠龙溪 全球仅存于蓝仓江上游 海拔3000米以下河谷中 直到2016年才被科学界正式发现 他们浑身翠绿 他们浑身翠绿 忍饥耐渴 数量 散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生活在这里的矮炎羊 体型大小 几乎只有普通炎羊的一半 即使到了六月 山崖上却依旧食物稀缺 为了填饱肚子 一对矮炎羊母女正沿着炎壁 艰难觅食 事实上 每到食物匮乏的季节 矮炎羊都会结伴 长途跋涉 去寻找特殊的食物 目的地就藏在陡峭山崖的后面 在峡谷的转角处 有一片长势茂盛的仙人掌 矮炎羊母女终于到达了目的地 仙人掌富含水分的净液和果实 可以为矮炎羊提供能量 也许在食物匮乏的干热河谷中 正是靠着无比的坚韧 和对仙人掌的大胆利用 才使得矮炎羊得以幸存至今 顺着金沙江一路向南 江水由湍急 逐渐变为平凡 在石谷镇 突然改变方向 掉头向北 进入玉龙雪山和哈巴雪山 两座大山之间的夹缝 在这里 三江并流东南方向的终点 山水的互动达到极致 峡谷垂直高差3900米 17000米内的落差高达216米 发源于青藏高原的金沙江一路奔流 最终曲折向东 万川中国 是三条大江中 唯一一条都流入海的河流 这是巍峰之山 淫淤之水造就的绝世深谷 江河并流的多重空间 不仅让无数生命由此分化绽放 更在我们的星球上 创造出了难以超越的极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